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秋慧师同修与我们分享 患有强职性基柱炎并有严重忧郁症病痛缠身的秋同修 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后发大愿念经放生红法度人 强职性基柱炎彻底痊愈精神问题大为好转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口救难 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和沙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口救难的诸位佛菩萨 感恩 大慈大悲 救口救难的恩师慈父卢君洪台长 感恩 诸位隆天护法 今天非常感恩有此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学习心灵法门的感悟 12岁开始我就经历了一段长达18年的梦魇人生 这18年内我经常被鬼压床 这段被鬼压床的日子让我逐渐失去健康的身体 也让我陷入惧怕之中 同时我的身体的阴气越来越重 也越来越悲观 跟家人的感情越来越差 只有母亲和哥哥给我帮助 这样冷漠的家庭环境 让我产生了自卑感和怨天尤人的个性 让我想离家出走 也让我看见了灵性 甚至有的时候让我想亲生 直到我上了大学 接触了佛法 我的情况缓解下来 然而我业障深重 大一的时候发生车祸 导致2006年念硕士班时 被诊断患上强制性脊椎炎 而被迫停学 而无奈地回大马工作 由于工作繁忙 停学的打击和各种小病痛 像贫血 长期胃炎和低血压等 慢性疾病 每个月都得看医生 2008年又患上急性肺炎 差点生命 导致我在2010年患上焦虑症 于此的我为了省钱 执意要靠自己的意志力 来战胜焦虑症 医生就停看了 索性在2010年年底 我哥让我认识了心灵法门 感恩我哥哥的耐心劝道 在2011年年初 我开始念山遍大悲咒和心经 由于功课做得少 小房子做得慢 同年三月业障爆发 我患上了忧郁症 焦虑症 伴随忧郁症 让人苦不堪眼 一个多星期彻夜未免 简直生不如死 幸好在哥哥的劝道下 我加紧念小房子 增加功课变数 同时看医生 吃了正定机 病况终于得到控制 在这短短的六个月 正定机的服用 从八例减至五例 再从五例减至三例 病情稳定地被控制了 2011年九月 我结婚了 由于个人因素 我渐渐地懈怠了 导致忧郁症再度爆发 我控制不到情绪 严重谢时低利 拿着剪刀 想要了断生命 幸好我先生阻止了一切的发生 我在失序 叫清醒的时候 赶紧致电我哥求救 我哥要我马上 跟观世音菩萨许愿 我即可观想观世音菩萨 并许下五天要烧送 二十一张小房子 刚许完愿 我的情绪立刻恢复正常 业障深重的我 需要很多小房子 在2013年的四月 忧郁症又复发 我非常感恩秋雨师兄 和我哥让我参与 2013年香港法会义工 从香港回马后 我的病情明显好转 不需要服用正定剂 也可以安稳地睡觉了 同年八月 八神心灵法门观音堂成立 我非常感恩撒尼师兄等人 让我到观音堂 值班和跟随师兄们 去弘法和放生 我更感恩南莫达大悲 观世音菩萨 和恩师慈父卢台长 让业障深重的我 在2014年 山岳顺利的拜师 成为弟子 2014年年底 我33岁的关口 忧郁症再度病发 我不能睡觉之外 还会被灵性上升 全身僵硬 虽然我意识是清醒的 可是却无法控制 我的言语动作 有时会无言乱语 有时说不出话 我重新看一声吃药 服用半颗正定剂 来控制我的睡眠 当然 那时候我再度发愿 我愿这辈子 跟随拿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修心修行 永不退转 也许愿 度跟我有缘的众生 见一个 救一个 如果我的精神疾病痊愈 我会出来分享 2014年11月初 在我哥姐的劝导下 自己想通 依然把工作给辞去 决定专心念经和小房子 并多花时间 红发 度人 同年11月20日 我姐帮我打通图腾电话 师父持杯开始 我需要至少700张的小房子 才能好转 而且要我好好地努力精进 目前 小房子脏数 还了超过半数以上 且也在新加坡 当值班义工 和随师兄 红发度人 2015年 2月初 我再次许愿放生 1000条鱼 我已在过年期间 完成了 2015年的津贴 鬼压床 强制性脊椎炎 都痊愈了 虽然我的精神疾病 还未完全痊愈 可是 我不会 想要轻生 而且 我也不会被灵性 控制了 我的心 不愿了 这是我自己 前辈子照的恶因 这辈子得受得恶果 我生生记住师父 跟我们说的 吃骨 就是萧业掌 精神疾病 乃为灵性病 当然 自己的执着心 也是害自己的更远 所以 我一定会好好地改过 最后 我要感恩 拿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摩和沙 感恩恩师 如君洪 师父 感恩一直 给我鼓励 和帮助的哥哥 感恩让我 到新加坡 当值班义工的 新加坡师兄们 也感恩 疼爱我的家人 感恩有这么好的法门 让我有机会 借由念经 许愿 放生 来消我 前世 和今世的业障 心灵法门 也让我们兄弟姐妹 相处融洽 也让我的家庭 越来越和睦了 在座的各位听众 你们今天有缘来持 就代表你们 和观世音菩萨 有缘 一定要好好把握持机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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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